大家好,我是虎客网的小张老师 今天这节课我们为大家讲解一下SkyChap利用地图绘制草图模型 其中重点是CAD的描绘,难点是立面的建立 素材和原文件可以在视频的右侧点击黄色按钮下载 接下来我们开始学习SkyChap利用地图绘制草图模型 首先我们打开SkyChap这节课就要通过一个谷歌地图来导出一个相应的GPG的一个图片 再导入到CAD当中进行一个地形的描绘 描绘好之后输出一个DWG格式 再到SkyChap里进行一个基础场景的绘制 绘制好的基础场景后期可以导入到Lumi当中 或者是在SEO中直接制作 我们先来看一下制作好导出的一个图片 这边我们要通过一个卫星的地图 相关的卫星地图大家可以选择 百度地图或者是腾讯地图以及谷歌地图 比较推荐的就是大家可以访问下面这个网址 来进行相应自己所需要的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平面图 其中谷歌地图也是可以比较节选其他外国的一些街道场景 我们把这个图导入到CAD当中 我们打开一下CAD 选择文件 选择新建 我们新建一个场景 新建完成之后 我们要将图片导入到CAD当中 点击上方的插入按钮 点击插入 点击光山图像参照 随后再弹出了一个对话框 我们在弹出的对话框当中选择一下素材文件 随后单击打开 在弹出的附着对象对话框当中 我们不用管它 直接单击确定 随后在场景中任意的拉一个距离 此时的比例并不是我们正确的比例 但是我们先不用担心 首先我们先要将这块主干道绘制出来 我们要使用的快捷键是PL 此时也可以打开正胶 在绘制之前我们要将图层修改为默认的图层 颜色也跟随图层 再次输入PL 配合正胶进行绘制 反正这边也绘制一下道路 利用OPN1工具向左对道路的宽度进行一个绘制 随后再次绘制一下中间的线段 选择PL 再次配合M移动一下位置 使用O 继续调整位置 再次利用PL 绘制上面的线段 我们可以关闭掉正胶 好 我们再输入O 对它进行一个偏移 使用TR工具将多余出来的线段进行删除 这边将多余的线段也进行删除 再次使用PL进行绘制 使用PL比L绘制的好处是 偏移的时候 它可以选择多个线段进行偏移操作 好 有一点卡顿 我们继续绘制 再次按住F8 关闭掉正胶 好了 我们计算机有一些卡 我们稍稍的等待一下 我们先给它大致的进行一下缩放 现在的比例有一点大 我们缩放0.001 好了 再次输入PL进行绘制 此时再关掉正胶就非常的快了 再使用O 偏移工具向外进行偏移 再使用CHA进行一下线的延伸 配合TR工具进行删除 这边也进行一个道路的绘制 这一侧也有一些道路 再次输入PL 将中间的道路给它汇聚上 再利用O偏移命令向下进行移动 再配合一下TR修剪命令 好了 此时这个图就大致的绘制出来了 我们再把这边的路给它一个绘制 使用EX延伸命令 让它延伸过去 将多余的线头检查一遍 好了 删除完成之后 我们需要对它进行一个圆角的倒角处理 我们这时候要用一个快捷键 FR加半径 我们输入F再输R 输入一个大小半径 有一些大 我们再次调整 还是有一些大 我们再次调整 这样点击空格键 重复上一操作命令 将这些棱角给它去除掉 这边也进行一个相应的调整 随便 位置也给它调整到圆角 我们大家每个人绘制的比例 和刚刚搜放的比例不同 输入F和R之后 输入的数值也就有所差异 我们可以不断的测试 测试找到一个符合自己的圆角程度 然后这边也给它进行一个圆角的处理 好了 处理完成之后 我们就要对它的比例进行一个缩放 首先我们在场景当中绘制一条直线 然后再次回到浏览器当中 使用浏览器给出的工具 对这段距离进行一下测量 我们可以使用百度地图 或者是腾讯地图 进行一个距离的测量 在我这里测量的这段距离 就是湖下方的距离为50米 单位为米 所以我们要将这块的长度 修改为5万的一个距离 因为这是毫米为单位 50米相当于5万毫米 进行一个比例的缩放 我们打开一下计算器功能 好了 在打出计算器当中 我们进行一下测量 我们首先先要得到一个CAD这里的数据 看看我们图上显示的CAD距离是多少 输入DLI 读多第一点 第二点 498 我们详细地测量一下 498.8733 好了 我们再打开计算器 选择这段的距离 5万 我们将它除以我们这个数值 我们需要对它进行一个扩大 我们缩小视图全选模型 输入SC 点击左下角 对它进行缩放 好了 缩放完成 我们再次输入DLI 测量一下中间的一段距离 正好为5万 5万 零零零零 这个比例就缩放完成 缩放完成之后 我们将道路给它封上 可以输入L线段 从上完之后 我们将外侧的这个光纤图像 给它删除或者是隐藏 通常的办法 我们是将它放到一个图层里 然后将图层隐藏出来 方便我们后期进行修改 在这里我直接将它进行一个删除 随后我们选择文件 选择另存为 选择图形 在弹出的图形另存为当中 我们导出一个格式 选择一个低版本的 方便我们与Skychub进行一个兼容 我们更改一个名称 更改为001 随后单击保存 保存完成之后 我们再次打开Skychub 选择文件 新建一个场景 随后再选择文件 选择导入工具 导入一个001 导入完成之后 我们看到场景就已经加载进来了 我们将人物给它进行一个删除 随后使用卷尺工具 测量一下距离 为5万 好 再次将它删除 这个时候它是一个乘组的状态 我们要双击进入组内 给它进行一个删除 这个时候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个封面处理 使用封面的话 要用到我们这个 SUAPP 在这里教给大家一下安装的使用方式 之前没有给大家进行安装 SUAPP 我这里采用的版本是1.6 它是有一个免费版 和一个收费版 在这里我下载的是免费版 我们给它进行一个运行 提示 SKYCHAP正在运行 首先需要对它进行一个关闭 我们将SKYCHAP保存一下 之后将SKYCHAP关闭 再次点击确定 我们在弹出的对话框当中 可以对它进行一个设置 在这里我将软件安装到E盘 大家不要安装到C盘 以免造成系统的一些卡顿 安装到E盘就可以 随后点击安装 好了 我们使用的版本是SKYCHAP 2017 它会自动为我们进行更新 我们只需要把2017给它进行一个打勾就可以 随后就可以把它关闭 再次在桌面上启动一下SKYCHAP 我们点击开始使用 好了 此时SEOAPP的插件就已经在我们窗口当中 进行了一个显示 我们把它移动下来 在这里有一个生成面域 我们要利用这里的生成面域工具 给刚才的图形的面进行一个合并 我们选择文件 选择打开 选择001 打开完成之后 我们选择模型 双击进入群组内 随后Counter加A进行全选 点击生成面域按钮 此时就已经弹出来了 生成12个面域 单击确定 此时面就已经生成出来 我们翻转一下查看 发现面是朝下的 不管我们之后是在SKYCHAP里进行使用 还是在Lumi里进行一个地形的创建 都需要把它面朝上 朝向我们使用的这边 在之后要导入到Lumi当中 更需要这样面的翻转 我们选择翻转平面 翻转完成之后 可以对路基进行一个创建 选择缩放工具 选择外侧 将外侧的线给它进行一个缩放 我们给它缩放一个200的距离 绘制一个路基 随后双击鼠标左键 可以重复上一命令 再次选择一下推拉工具 推拉一个100的高度 在推拉之前为了方便器件 我们需要对它进行一个材质的施加 这样推拉完之后 我们需要对三个面进行材质施加 是很不方便的 我们给它调整一个材质 选择一个灰色的材质 给它添加到模型上 如果我们点击之后添加不上 大家要查看一下 是否在组的外侧 好了 会就完成再使用推拉工具 推拉一个路基100的高度 左右两侧一次的进行一个推拉 这边是没有推拉上一个距离 我们给它进行一个调整 输入200 再次选择击触工具 向上进行一个击触 挤出一个100的距离 单击确定 为它添加上材质 返回 添加完材质之后 再向上挤出100的高度 好了 此时地形就已经绘制完成 如果我们之后是要导入到Lumi里 就需要对道路和其他的面 进行一个材质的划分 中间区域是一个湖水 所以我选择一个蓝色的 在后期 大家可以将这个地形导入到Lumi里 进行一个相关的创建 同时也可以使用Skychub 继续进行创建 在这里只是给大家讲解一个思路 如何通过地图来导到CAD里 再导入到Skychub里 进行一个地形比例的一个创建 我们本节课程就讲解完成 学设计上虎课网